各位朋友大家好 美国刚刚对华为公司下达了封杀令的时候 很多人还感到很乐观 他们认为美国这个封杀令好像作用很有限 不会对华为产生太大的影响 可是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 美国这个封杀令的效果 可以说是大大超过了那些乐观派的预计 自从这个5月16日 就是美国宣布对华为的这个禁令之后 谷歌等一批著名的厂商就宣布 他们停止和华为的合作 这样就使得华为手机基本上就失去了海外的市场 它只能在中国这个国内卖了 然而还有更糟糕的事情在后面 就是既这个一批著名的厂商停止和华为合作之后 又有一批所谓叫做全球技术标准的组织 他也宣布要执行美国的禁令 要停止华为使用这些技术标准的资格 比如说这个Wi-Fi这样的一个技术标准 是现在手机的一个标配 如果你华为手机被停止使用这个Wi-Fi功能 那等于华为手机是成一个砖头差不多了 就没什么功能了嘛 所以呢如果这个华为手机 你没有了Wi-Fi的功能 不要说海外 就是在国内也不会有人买了 这对华为当然是一个非常致命的打击 面对美国对华为的打压 那北京是除了嘴炮还击之外 他没有任何具体的报复措施 而且呢北京这个嘴炮还击啊 还是类似于叫做怨妇那个抱怨 就是说美国你以一个超级大国 动员国家的力量来对付我们一个华为的公司 这样做很不道德 但是北京这种道德论呢 你对美国还真是起不了什么作用 其实呢早在今年一月份呢 美国的川普总统就对北京发出了警告 说你们不要惹美国 如果有必要美国坏起来比谁都坏 可是北京就把川普这个警告当成了耳边风了 他继续惹美国不说 甚至还要想要捉弄美国人啊 习近平这一次就是把美国人花了十个月 谈判达成的这个所谓的协议草案 一笔都给勾销了 要毁约了 这样是让美国人感到就被捉弄了吗 所以这个时候就想提醒习近平一句 就是希望习近平啊再回想一下 当初川普说的这个美国坏起来比谁都坏 这句话背后的含义到底是什么 其实现在美国对华为公司的封杀还不能算是太坏啊 如果习近平你再要扔美国 那美国会干出来所谓更坏的事情 所以呢习近平还要考虑一下 川普说的这个美国坏起来比谁都坏 到底意味着什么意义 我们看习近平领导的这一场中美贸易战 他从一开始就让人们感觉到一个叹为观止 现在呢习近平对这个华为事件的处理啊 就更让人们感到叹为观止啊 如果用四字有四个字来形容 那就是习近平处理这个华为公司的事情啊 就可以说他叫做无勇无谋 就是既没有勇气也没有谋略 对于那个现代的领导人来说 我们说勇气啊 不是说你要到战场上到第一线去直接去杀敌啊 而是你要勇于承担责任 我们看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例子 美国啊早就对很多俄罗斯的企业进行过制裁封杀呢 当时候美国制裁哪个企业 普京就要亲自到这个企业去视察 他不仅是表示政府对这个企业的支持 而且也是鼓舞人们的士气嘛 同时这也是表示普京他要对这个事情要承担责任 因为普京啊亲自出面支持这家企业 那么今后这家企业的成败好坏 普京就要为他负责了 所以呢俄罗斯总统普京这个硬汉的称号 还绝不是什么浪德虚名 关键时候普京还真是表现出来他有勇气 那现在华为公司遭到了美国的全面封杀 出境可以说非常的困难 按道理说啊 这时候习近平应该像那个俄国的普京一样啊 你要亲自去华为公司去视察 这样呢就可以极大鼓舞华为的士气 也是给中国那些小粉红啊 来一个可以欢呼歌颂伟大领袖的机会啊 可以给他树立一个敢于对美国说不这么一个硬汉的形象 可是5月16日美国宣布封杀华为公司之后呢 5月20日习近平他跑到江西的一个稀土的生产基地去视察 那习近平为什么不去视察华为公司呢 这就是习近平啊 他没有承担责任的勇气 因为习近平一旦如果你亲自出面去视察华为公司 那就意味着习近平今后你就要和华为的命运以致共进退 你就要为华为的成败要负担责任了 习近平不但他没有去视察华为 而且对华为这个问题啊 他还没有做错过任何的最高指示 所以呢这就反映出来习近平啊 他想把自己和这个华为公司做一个切割 就是以后华为出了什么事情都和他习近平无关 但就是说这个事情其实本来是习近平给惹出来的祸嘛 习近平他一方面喜欢惹祸 但是他惹出来祸他又不敢承担责任 所以这是叫做无拥无谋的一个典型的表现 大家都知道华为之所以现在惨遭封杀 就是因为当初习近平叫做一时兴起心血来潮啊 在中美贸易谈判最后时刻 他要修改双方已经达成的这个贸易草案 面对别人劝告习近平 这个你要三思而后行啊 习近平他还不听啊 他还不以为然的说啊 你们就按照我说的去做 出了什么事情由我负全责 可是这次华为是真的出了事情了 出大事了 习近平不但他不负全责 他还要甩锅 习近平对华为的事情可以说不闻不问 该不负责 习近平这次去江西视察什么稀土矿业 去长征纪念碑献花 他本来好像想要显示他对美国的打压 他是不屈服这么一个决心 但是习近平去江西视察那个稀土矿业的时候 他也不敢明说说是北京要用稀土牌来威胁美国 习近平去长征纪念碑献花的时候 他也不敢明说说是北京下决心 要不惜一切代价和美国奉陪到底 所以习近平的词举 他是想展示一下他的硬汉的形象 但叫做话骨不成反类犬 习近平的这些行动就给人们一个感想 就是窝囊两个字 他还不如不到江西去表演 你这个表演完全是一个反效 我们看习近平上台以来的一切的所作所为 都是为了他的维护他的面子为中心 但问题是马上就有一场要考验习近平的面子的 一个关键时刻要到来了 这就是六月份在日本举行的G20领导人峰会 那么在这一次G20的领导人峰会 且说我们且不说会不会有这个中美两国的首脑会谈 即使没有中美两国的首脑会谈 习近平他也不可避免 他是要跟川普相遇的 那么习近平见川普之后 他用什么表情来见川普呢 这对习近平又是一个极大的面子的考验 如果习近平见川普之后满脸堆笑 显然也是不太合适嘛 因为川普现在对中国如此凶狠的打压 那么在这么一个情况下 如果习近平对川普见面时候还要满脸堆笑 笑脸相迎 难免就要被看成你是一个卖国求荣嘛 我们看在2014年 那北京举行的那个APEC领导人的峰会上 当时候习近平因为要组持这个峰会 你就不得不见日本的首相安倍晋三 当时那时候两国正在为这个钓鱼岛问题搞的关系十分的紧张 所以习近平跟安倍见面时候脸上是毫无笑容 脸色非常难看 就成为当时一条引人注目的新闻了 那么这次在日本举行的这个G20峰会上 那习近平敢不敢用这样的冷脸来面对川普呢 过去习近平见川普之后都是满脸堆笑 除了礼仪之外呢 还因为习近平和川普他们两个人号称是好朋友啊 你好朋友见面当然应该是笑脸相迎嘛 你不可能那么冷脸啊 所以呢这次习近平见川普之后 那脸上笑还是不笑 这就是一个大的政治问题 对习近平是一个极大的面子考验 如果习近平笑那就有卖国的嫌疑啊 如果习近平不笑 那意味着习近平跟川普他们两个的朋友关系 彻底掰了嘛 那就意味着中美两国今后你要彻底对抗到底了 这个呢也是习近平不敢承担的一个事情 因此习近平六月份在日本见川普的时候 他脸上笑也不是不笑也不是 可以说两头为难啊 可是仇杀了这个习近平 当然还有一个另外的处理办法 那就是习近平啊 缺席这一次日本的G20峰会 不去日本开会了 这样呢就可以避免跟川普见面时候的 尴尬 不过这个办法也不是一个好办法 因为习近平突然说取消不去开会了 就会引起来各种各样对他不利的传说了 人们就会奔奔猜测 是不是习近平的权力已经非常不稳定了 所以习近平已经到了不敢出国访问的地步了 所以说呢一旦习近平如果你要缺席日本G20峰会啊 必然会导致各种小刀消息满天飞啊 这对习近平也是一个非常不利的事情 所以呢习近平在去不去参加日本G20峰会的问题上 也是一个进退两难啊 他去也不好不去也不好 这又是让习近平非常发愁的事情 如果从习近平的面子上来考虑 那么最好的一个解决办法呢 就是他在六月份参加日本这个G20峰会之前呢 让中美两国重新开始这个贸易谈判 只要中美两国重新开始贸易谈判 他就可以营造一个中美友好的气氛嘛 那这个时候呢习近平见川普的时候 脸上有些笑容也就不过分了 他就可以避免这个卖国的嫌疑了 其实习近平也不是那么在意 这个重新开始这个中美贸易谈判 能不能谈得成 他只是在意这个中美重新开始贸易谈判 这么一个形式 只要有这个形式上 就是中美两国开始重新谈判了 哪怕是谈不成 那么习近平在六月份在日本见川普的时候 就可以避免面子上的尴尬 那么在这么一个情况下 现在北京又开始放出叫做服染认怂的风声啊 就希望能把美国人给忽悠了 就是尽快我们重新开始这个中美贸易谈判 就是为习近平六月份到北京去见川普啊 做一个面子上先铺垫吧 就是化解他的面子的难题 那么其实现在美国人也学聪明了 他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被忽悠啊 美国你要想答应这个重新开始贸易谈判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现在美国提出来重新开始谈判的条件 你可以说他高也可以说不高 因为美国提出来重新开始谈判的条件 其实就是很简单的一条 就是要中国完全撤回被习近平修改的那个所谓 修改的一片红的那个贸易协议的草稿 就是要恢复到修改之前的那个贸易协议的那个草案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开始重新谈判 美国提出这个重新开始谈判的条件 表面上看上去要求并不高啊 但是对于习近平来说 却是一个太难答应的条件 因为习近平当着重新的面 他号称要对那个修改稿完全负责 他修改一片红的说我来负全责 如果习近平这次接受美国的条件 说是撤回他修改那个稿 就是完全恢复到修改以前那个状态来重新谈判 那就等于是习近平承认 他这个修改稿完全作废啊 那等于对习近平的面子是一个实在是伤不起的事情 因为这样习近平如果他完全撤回他这个修改稿 就认为就被别人会认为 他是在美国人面前完全的服染投降 自己对自己打脸 那等于说习近平在面子上 他是没有办法承担这个责任 因此习近平就希望中美双方在这个问题上 能够双方各自后退一步 就是习近平撤回一部分他的修改稿 让美国接受一部分他的修改稿 或者是习近平撤回大部分他的修改稿 让美国接受一小部分他的修改稿 这样呢习近平就可以挽回一些面子 就可以重新开始谈判了 但习近平的这个要求对于美国来说啊 它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 因为美国人看来啊 对我们已经谈成的协议 你要毁约 那是一个完全不能接受的事情 哪怕是一小部分你要毁约 也是不能接受的 我们用下棋这个比方 习近平在下棋下到快结束时候 突然提出来他要毁级 我们要退回十步之前这个棋 重新开始下 美国人当然不能接受这个毁级的要求啊 于是习近平就说 我不能毁十步棋 那你让我毁这个五步棋行不行啊 如果实在不行 你就让我毁一步棋行不行啊 但这个毁级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 你毁一步棋也是毁级 如果美国答应了习近平的条件 就等于说他就破坏了下棋 不能毁级这么一个原则 所以对于这个原则问题 美国人是很难答应的 那这样一来 现在中美双方的争论的点呢 他就变成了习近平的一个面子问题 这就是等于在线当初大清帝国 跟英国和法国打第二次亚片战争啊 其实就是单纯为了一个面子问题 在1840年当时候清朝和英国就迁军了南京条约 而这之后呢 这个清朝对一些条款他迟迟不肯履行 拖着不怕 这样一来英国人就不干了嘛 所以在1856年英国就火同法国 一起就发起了第二次亚片战争 当时清朝的咸丰皇帝一看 洋人真的要打仗他也害怕了 就赶紧派人去谈判求和 当时啊清政府就满口答应了英法两国提出的条件 于是呢在1858年清政府就和英法两国就签订了双方停战 这么一个天津条约 当时我咸丰皇帝可以说急于停战啊 也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洋人的条件 我们全部都答应下来来换取一个停战 所以呢那个时候呢 等于说咸丰皇帝根本也没细看这个天津条约 就急忙把条约给签了 那天津条约这个停战条约签订之后呢 英法联军就撤军了 那大清朝又重新恢复了天下太平 可以说咸丰皇帝是大气过往 他以为自己把洋人给忽悠过去了 可是咸丰皇帝没有想到一年之后悲剧来了 原来这个天津条约里面他有一条 就是说英法两国要在北京建立领事馆 那么在1858年签订天津条约之后 一年就是在1859年 当时候英国英法两国就真的就派了一个外交使团来了 他们真的要到北京来建立领事馆了 这下子咸丰皇帝给傻眼了 他就后悔了 那在咸丰皇帝看来 他是天底下地位最高的人 所有的人都要向他下跪的 那么现在英法两国要在北京建立领事馆 就是外国人住在他这个天子的脚下 他还不向天子下跪 这就让咸丰皇帝感到面子实在是没有地方割 所以咸丰皇帝他就想毁约 他就想撤回那个当初天津条约里面 就是允许英法两国在北京建立领事馆这个要求和条款 但是西方人对这个条约他是硬死理的 你签订的条约我们是不能毁约的 所以呢 当初咸丰皇帝就提出希望啊 就是希望英法两国呢 你放弃在北京建立领事馆 能不能改到天津去建立领事馆 但是呢 英法两国他也不答应 说一定我们要在首都北京建立领事馆 因为在西方国家看来 领事馆你必须要建立在首都 这是一个原则问题 秦丰皇帝一看 他们不答应在天津建领事馆 他又提出来一个对这个毁约的补偿条件 就是说中国可以取消一切关税 可以再多赔几百万两白银 来换取英法两国放弃在北京建立领事馆 但西方人对这个条约还是认私理啊 他们认为你中国取消一切关税也好 再多赔几百万两白银也好 那是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这个和在北京建立领事馆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我们坚持必须在北京建立领事馆 秦丰皇帝一看他对外国做了这么多的让步条件 英法两国还是不依不饶啊 他还非要在北京建立这个领事馆啊 所以呢 咸丰皇帝最后也被激怒了嘛 他一怒之下就把英法两国派的使节还给杀了 并且下令啊全国的军队要对英法两国开战 然而清朝这个军队已经是一个完全腐败的军队嘛 他根本不是英法联邢的对手 很快英法联邢就打到了北京丞相 这时候咸丰皇帝一看情况不妙啊 他也不敢再冲什么硬汗的 赶快就弃身逃跑啊 一路就跑到河北的避暑山庄去了 那英法两国攻入北京城之后 就把咸丰皇帝这个花园 就是圆明园一把火给烧掉了 就作为咸丰皇帝他杀掉了 英法使节这么一个报复 咸丰皇帝他逃到这个河北的避暑山庄之后 就一甩锅不管了 把这个烂摊子丢给这个宫亲王宜兴 让宜兴去跟洋人交涉谈判停战 在1860年宫亲王宜兴啊 就和英法两国签订了一个停战讲和的 这么一个北京条约 北京条约的第一条啊 就是承认这个1858年签订的天津条约完全有效 并且对英法两国各赔偿800万两白银 我们知道当时候咸丰皇帝是试图对这个天津条约毁约的 他是要不承认天津条约 而北京条约的第一条就是要承认天津条约完全有效 这就等于是宣布 咸丰皇帝他的毁约无效啊 就是对咸丰皇帝直接打脸嘛 虽然说宫亲王宜兴他可以和洋人谈判 但是他并没有最后的签约权 所以呢宫亲王就把这个北京条约就送到了河北的避暑山庄 他要请咸丰皇帝亲自的画押签字 到了这个时候咸丰皇帝也没办法了 他也不得不在这份对他自己完全否认的 完全否定的这一份北京条约上画押签字 等于是自己对自己打脸啊 他的面子实在是太难看 贤丰皇帝在这个北京条约上签字之后呢 他就感到他再也没有脸面回到北京 在朝廷上见人了 从此他就住在这个河北的避暑山庄 就不回北京了 据说贤丰皇帝在这个北京条约上签字之后 非常的悲愤呢 就是痛哭流涕 几天都没有睡觉 从此以后身体完全垮了 就是贤丰皇帝在他让他自己 完全脸面全无的这个北京条约上签字 半年之后呢 贤丰皇帝就病死在河北的避暑山庄 贤丰皇帝死后 贤丰的妃子慈禧啊 就掌握了清朝的朝政大权 这之后的事情呢 这里我们就不多说了 我们回顾一下贤丰皇帝的这一段历史啊 那是不是和今天中国这个金上皇帝 习近平有点类似呢 当初啊 贤丰皇帝是为了忽悠英国人停战啊 他是不管三七二十一 先把英国人的条件我们全部答应下来 就签了一个天津条约 但签约之后呢 他又感到这个条约里头啊 又伤到他的面子 为了保全他的面子 他又提出要对这个条约要毁约 我们看习近平当初啊 他也是为了忽悠美国人要停止贸易战 也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美国人条件都答应下来 但是到时候他也觉得 这个协议里面有些条款伤了他的面子 也是为了保全他的面子 他也提出来要毁约 贤丰皇帝在对天津条约毁约之后呢 他又自己打点自我否定 他被迫签订了让他自己更没有面子的北京条约 那么习近平今后会怎么样呢 贤丰皇帝的历史会不会重新上演呢 我们就拭目以待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